币安生态系B&B Chain推出Layer 2 OPEN测试网强势登场 OPEN是基于以太坊Layer 2扩容项目Optimism的 OpStack所开发的以太坊虚拟机 FMEM兼容区块链 能够提高交易速度和降低手续费 这是币安在迎接以太坊2.0升级的同时 为自己的生态系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优势 这个新闻反映了币安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也展示了以太坊生态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不过 这个新闻也可能引起一些争议和质疑 比如币安是否真正支持以太坊的发展和升级 以及OPEN是否能够与以太坊保持兼容和协调 OPEN的测试网将于2023年6月19日启动 并呼吁测试网验证者和DApp建设者参与测试并提供反馈意见 OPEN的目标是每秒处理超过4000笔转账交易 并将交易成本降低到0.005美元以下 OPEN采用了欺诈证明机制来确保交易的有效性 并利用Optimistic Rollup的技术将计算和状态存储迁移到链下 从而提高可扩展性 OPEN的推出将为BSC生态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活力 也将为以太坊生态系带来更多的竞争和挑战 OPEN将使BSC能够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和用户 并促进更多的创新和合作 同时OPEN也将与以太坊保持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并参与到Optimism Stack的贡献和改进中 OPEN跟其他Layer 2项目的区别是 它是基于Optimism的Optstack所开发的以太坊虚拟机 MM兼容区块链 意味着它可以与以太坊生态系的智能合约 网络和ERC20代币标准兼容和互动 这对于开发者和用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们可以轻松地将以太坊上的应用程序 直接移植到OPEN上 或者在OPEN上使用以太坊上的服务和资产 另一个区别是 它采用了欺诈证明机制来确保交易的有效性 并利用Optimistic Rollup的技术将计算和状态存储迁移到链下 从而提高可扩展性 这意味着OPEN可以在不降低安全性和透明度的前提下 实现高效和低成本的交易 OPEN还通过改进数据访问 缓存系统和提交过程算法 将每个区块的Gas限制提高到1亿 从而进一步提高交易速度 最后一个区别是 它是为了支持B&B Chain生态系而设计的 并且与B&B Chain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协作 OPEN不仅可以让B&B Chain的用户享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也可以让B&B Chain的开发者参与到Optimism Stack的贡献和改进中 OPEN还可以帮助B&B Chain扩大其影响力和吸引力 并与以太坊生态系建立更友好和更多元的关系 OPEN的优势之一是 它可以提供高效和低成本的交易 并且与以太坊生态系兼容和互动 这对于开发者和用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因为他们可以在OPEN上享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并且可以轻松地使用以太坊上的服务和资产 其次是它可以支持B&B Chain生态系的发展和创新 并且与B&B Chain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协作 这对于B&B Chain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可以扩大其影响力和吸引力 并且可以与以太坊生态系建立更友好和更多元的关系 最后是它可以参与到Optimism Stack的贡献和改进中 并且利用Optimism的技术来实现高效和低成本的交易 这对于Optimism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可以增加其用户和开发者的数量 并且可以与B&B Chain生态系建立更密切和更协作的关系 OPEN的劣势是 它可能面临一些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风险和挑战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Layer 2项目 还需要经过测试和验证 Optim虽然采用了欺诈证明机制来确保交易的有效性 但也可能存在一些漏洞或错误 需要及时发现和修复 其次是它可能面临一些市场和社区的认可和支持的风险和挑战 因为它是一个基于B&B生态系的Layer 2项目 可能会遭到一些以太坊社区或其他Layer 2项目的抵制或竞争 Optim虽然与以太坊生态系兼容和互动 但也可能存在一些分歧或冲突 需要及时解决和协调 对于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风险和挑战 Optim可以利用Optimism的技术和经验 并且与B&B Chain和以太坊生态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协作 这些都可以帮助Optim及时发现和修复可能存在的漏洞或错误 并且提高其可靠性和可信度 不过 这也需要Optim的开发团队和社区能够保持高度的警觉和责任感 并且及时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攻击 对于市场和社区的认可和支持的风险和挑战 Optim可以提供高效和低成本的交易 并且与以太坊生态系兼容和互动 这些都可以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和用户 并且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创新 不过 这也需要Optim能够与以太坊社区或其他Layer2项目 建立更友好和更多元的关系 并且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分歧或冲突的行为或言论 总之 Optim的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劣势 但也需要取决于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Optim的开发团队和社区的态度和行动 以及以太坊社区或其他Layer2项目的反应和合作 币安生态系BNB Chain推出Layer2 Optim测试网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有助于提升币安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也有助于推动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 这个举措也可能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 比如如何确保Optim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如何处理与以太坊之间的协调和竞争关系 以及如何获得市场和社区的认可和支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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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内容 by bwd6